澳门迴规以来,我们的经济增长很快 我们的市役率长期保持在2%以下的水平 我们的财政取备 如果我们政府没有任何的税收 我们也可以支持我们六年的一个政府的开机 这个在全市局来说,很少有澳门这个情况 2019年是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 近日,多位澳门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20年来,澳门与内地在经贸交流合作上日益密切 CEPA,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签署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更要的发布 让澳门经济迎来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澳门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经济体系 但是我们也是一个,我们的优势就是很开放的经济体系 澳门原本是本来就是我们六十万人口 但是现在我们是七千万的市场 所以这个是完全会合澳门这个发展定位 为促进中国内地与澳门经济共同繁荣与发展 2003年,内地与澳门签署CEPA,15年间又分别签署多项补充协议 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贸易投资便利化三大领域 2018年,内地与澳门贸易额达到31.6亿美元 较回归前增长了3.3倍 两地货物贸易领域已全面实现自由化 在去年12月12号 我们也签署了CEPA的货物贸易的协议 这个货物贸易的协议就是给原产澳门的货物 进口内地的零关税的优惠 提供了更灵活的一些方法 在原有的水平里面更加在开阔一些 就是为澳门制造和澳门品牌的产品进入内地了 创造更便利的一些条件 相关数据显示 2018年,澳门人均GDP高达8.26万美元 人均GDP位列世界第三 但也有相关人士指出 澳门经济结构较为单一 博彩业所占比重比较大 澳门积极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截至2017年年底 澳门的会展业、金融业、中医药产业 及文创产业的增加值总额对比 2015年增加23.6% 占所有行业增加值总额的8.1% 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出见成效 此外,澳门日益成熟的会展产业 也为当地中小企业带来生机 不久前在上海进博会我自己拍的照 在里面我们也有澳门的展馆 澳门展馆里面我们专门也安排了 我们本地的企业、品牌的企业去参与 他在那个进博会里面去介绍 不单单是在他的一个餐厅 还有他最近引入的生产线 所推广的一系列新的产品 来向我们通过金博会这个大平台 向我们内地以及国际的买家客厂来推广 从昔日的小小渔村到如今的国际大都市 回归祖国20年来 在一国两制下 澳门经济呈现出蓬勃的活力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